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是國立台東高中趙老師 這次要講解的單元是 地表重力與重力加速度的立體演練 我們在這個單元裡面只有一個題目要講解 我們來看立體一 最近的報導中 人類找到適合人類居住的行星 假設質量為地球質量的6.4倍 在地球上重量為600牛頓的人 到該行星上重量將變為960牛頓 請由此推知該行星的半徑 跟地球半徑的比值為多少 那麼這題要怎麼處理呢 請各位同學記得 我們先假定人的質量為小m 地球質量為m1 半徑為r1 那麼人類在地球地表上的重量 600牛頓就可以等於了 gm1m除以r1的平方 那該行星的質量 可以設定為6.4倍的m1 半徑為rx 那麼什麼設定6.4倍呢 因為題目已經告訴我們了 行星的質量為地球的6.4倍 所以人在該行星的重量呢 960牛頓就可以等於了 g乘上6.4m1乘m 再除rx平方 所以兩個數學式互相除之後 那麼我們就可以得到了600除以960 就等於了rx平方除6.4r1的平方 經過整理之後可以得到rx平方除以r1的平方等於4 所以我們最後可以得到rx比上r1剛好等於2比1 那麼這就是這一題的答案 這個題目講也到這邊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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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